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见他就跪下 并哭得像个小孩子 六尔弥猴那么厉害 陷过了李天王 观音还有很多神仙 可在如来面前马上原形毕露 一个讨饭用的饭碗就把他盖到里面跑不了 不过再牛的人物也有他的克星 如来也有怕的妖怪 并且差点把命都丢了 在原住第七十七回 孙悟空被大鹏打怕了 跑到灵山求救 如来却告诉了他一个惊人的消息 那妖精竟然是他的亲戚 自那混沌分石 天开于子 地屁于丑 人生于银 天帝在交合 万物尽皆生 万物有走兽飞秦 走兽以麒麟为之常 飞秦以凤凰为之常 那凤凰又得交合之气 欲生孔雀 大鹏 孔雀出世之时罪恶 能吃人 四时 五里卢把人一口吸之 我在雪山顶上 修成杖六金身 早被他也帮我膝下度去 我欲从他遍门而出 孔雾真身 使我抛开他几倍 跨上灵山 欲伤他命 当被诸佛劝解 伤孔雀如伤我母 故此留他在灵山会上 封他做某某孔雀大鸣芒复杂 大鹏与他是一谋所剩 故此有些亲说 大家不要小看这一段 这里面的信息量非常大 首先 如来也有怕的妖怪 那就是凤凰家族 在天帝刚开的时候 凤凰家族的势力是相当的厉害 先不说大鹏 就是孔雀四十五里路能把人一口吸进肚子里 大家想一想 这有多恐怖 那还是真正的收割机啊 那吸力的多大 其次 如来如果法力不够 他就被孔雀消化掉 那时 他应该还没成活 不然以他现在的修为 孔雀也不可能把他吸进肚里 吸进肚之后 他赶紧想办法出来 第三 如来为何不杀孔雀 真的是因为从他肚子里出来 就必须拜他为母吗 根本不是 而是凤凰家族的势力 他和佛教还惹不起 所以 他拜孔雀为母 其实就是盼亲戚 借助凤凰家族势力立足 第四 如来为何要把孔雀 强留在灵山呢 很简单 既有潘亲戚 也有做人质的意思 如果凤凰家族要找他麻烦 对不起 那时就不要怪佛祖不给面子 这也是大鹏始终对如来有气 如来去收他时 他还要杀如来 并要求如来滚出灵山 把雷音寺让给他住的真实原因 他也会俩以为奇妙的节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